你好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国商企业家 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兴参加 泰国北京总商会 中国贸助会 与泰国代表处 北京市贸助会 河南省贸助会 共同主办的RCEP 推动泰中律师 科技领域合作研讨会 首先我代表泰国 中国总商会 向研讨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RCEP设施以来 曾孝显助 泰中联国商贸合作 本部提升 当前受新冠疫情 和地区不稳定因素影响 全球经济低迷 各国都在积极探索 经济复苏对策 绿色科技领域的前进 优势突现 全球数据货和低碳货 事不可当 推动了泰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技术进步 带动电子商务 带动电子商务 金融机器人 电动汽车新能源 救药与救动货等行业 接触发展 泰国社东门岁宣宣宣布 2050年 实现碳中和的国家之一 预计2030年 泰国电动车将占50% 新能源和在新能源的发展空间 巨大 中国既有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 良好的研发环境 未来十年 中国坚持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 目前 中国正加大推动技术 革新和自助创新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中国是泰国主要的科技合作伙伴 双方在这会全社 无计员工智能电子商务 大数据 银服务 远程医疗等 众多领域有着广况的合作空间 泰国中国总商会 想起这利益 推动泰中友好 及多领域合作 发建泰中双线投资平台 我们将继续与各方协手同行 推动泰国协胞活商 却助中国创新发展 以扩大开放的机翼 参与一带一路 与泰国工业4.0 东部经济走廊117的深度对接 生活两国科技创新和素质经济合作 为新时代 泰中友好关系 以经贸合作 普写新篇章 祝研讨会 圆满成功 成果工作 祝各位领导 各位华生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万事有益 谢谢 谢谢大家